那在台湾呢 我们小朋友最近呢 也让很多家长都很担心的问题 就是这个新冠疫情了 因为呢 大家都很怕打不到疫苗 对不对 南投县卫生局呢 也针对这个涉及南投县 就读幼儿园 年龄在五岁以上的 孩童开放施打BNT疫苗了 所以呢 今天一大早哦 八点半才开打 但是呢 有家长半夜三点钟 就到场排队了 还出动了警察在场维护秩序 最新的情形连线给记者王百英 好主播南投幼儿园又同的 BNT疫苗呢 上午是正式开打了 现场已经大排长龙 目测是已经有三百多个人 前来排队了 后续还会再有更多的人 甚至是有家长半夜三点多 就先来卡位了 赶紧来听一下他们怎么说 莫德那因为是要六岁以上 他是五岁 所以还不符合资格 所以今天BNT是针对五岁以上 所以就赶快来排队 我是半夜就来排队 所以是讲到第一个 半夜大概几年 我是三点就来 对对对对 弟弟跟哥哥学校的班级 都有人确诊 所以想说还是让他们 赶快来施打 保护自己也保护别人 不少家长是担心小朋友 想打不到疫苗 赶紧带他们来这边排队 由于县府是实施年龄分流 政策安排国小的学童 是在校园施打 那上午前往接种站的小孩子 都是国小以下满五岁的孩童 另外也担心人潮多 现场会太混乱 是出动了两名园警 还有数十名的志工维护现场的秩序 就怕有任何失控的状况发生 以上是记者在现场的最新情况 主播 再来看到的是 这个医人郭彦君 日前在脸书上头分享 他跟这个医护朋友之间的一段对话 内容提到说 看到这么多孩子就这样走了 结果引发争议 不过根据台湾资讯环境研究中心指出 5月25号到5月26号 有25个脸书粉砖 发布了以这个很多孩子走了 为首剧的相同内容 当中有19个粉砖 发文时差是10秒之内 甚至都导向了同一个内容农场 前桃园市议员王浩宇 他也在脸书转发了相关内容 质疑有集体发文的一个状况 那么对于这个郭彦君的一番话 日前在脸书上说 看到这么多孩子就这样走了 直指政府防疫不力 结果引发外界热烈讨论 尽管事后郭彦君删文了 还在脸书上头道歉了 但是行政长苏贞昌 今天又有最新的回应 他说这种不实的谣言 都有相近的团体 很明显的操作痕迹 他强调将会加以追究查办 这种不实的谣言 内容相近类似 都有相近的团体 有很明显的操作痕迹 非常不乏 不宜 同时对于辛苦的防疫工作 非常的不尊重 并且引起社会恐慌大可不必 我们会加以究者查办 同时也希望国人同胞 大家不要相信假信息 也不要乱传 未经查证的信息 接着来看到这张照片 有没有看出来是谁呢 立委高金素媒 他在脸书上头 向社会紧急呼吁了 原乡也需要快筛计 还有N95口罩 获得了许多民众的安心捐助 那么高金素媒透露说 他收到了一包来自高雄的包裹 里面还附了一张纸条 纸条上写着 高委员我用自己的健保卡 去排队 买到这一盒快筛设计 虽然我一个人的力量很小 但是我要捐给你的族人 暖心举动 让高金素媒感动到落泪 他表示 真的相当感谢社会大众 讲到疫情 台北市长柯文哲染疫之后 现在他全家 一共有三个人都确诊 更惊爆说 大儿子还一度在家里头 昏倒失去意识 身为妈妈的陈佩琪 当场是吓到大哭 赶快打这个119送急诊 柯文哲也透露说 虽然他跟陈佩琪 两个人都是医生 但是陈佩琪同时也是妈妈 当然当下相当的惊慌 话都说不清楚 柯文哲儿子送急诊 但太太陈佩琪惊爆 儿子一度昏倒 在家失去意识 陈佩琪透露 儿子25号晚上发烧 倒汗发冷 其战时整个人往后倒 昏倒好几次 连走路都东倒西歪 提到家里的东西 最后跌坐地上 甚至失去意识 陈佩琪看状况不对 才赶紧打119 将儿子送急诊 柯文哲过去是台大急诊室主任 陈佩琪也是医师 但Omocron太过凶猛 陈佩琪告诉朋友 看到儿子昏倒 他吓到当场大哭 我也觉得很奇怪 再来讲发烧的时候 也不应该昏倒 所以我观察以后 观察以后还算稳定 小孩子要小孩子的隐私 也不用因为他爸爸当市长 病例要全部拿出来公开 不准儿子送急诊 就连柯文哲妈妈和瑞英 21号近在新竹老家跌倒 直接送进家户病房 直到25号才出院 大家有本难念的经理 跌倒了什么也是很头痛 也是被送去家户病房 住了两天再出来 帅着变成猫熊 谢谢大家关心 当市长的爸爸 当医生的妈妈 碰上成年的孩子出现急诊 都落泪恐慌 不知中央大官能不能体会 基层百姓急诊时的无助心情 记得张照鹏林璇台北报道 我们本土疫情持续的延烧 每天新增的案例 大约在8万左右 不过这个中重症的数字 是持续飙高 死亡数首度破百 对此医师沈正南就分析 快筛确诊加入之后 会有一波曲线上扬的动能 这是因为黑数被揪了出来 呈现出老年染疫战率 以及高高龄死亡率增加的现象 另外一个原因 可能是老年染疫的人数增加 老年人中重症跟死亡风险 也是比较高 他强调80岁以上 染疫战率跟死亡率 决定了整体的死亡率 认为要尽快揪出黑数 及早投药才可以有效的降低死亡率 好 边境政策要松绑了吗 是下个月吗 在PTT上昨天立刻掀起一阵热烈讨论 但有网友就说 这个下个月不就是下礼拜吗 现在都5月底了 5月28号了 还有人问说 这个境外移入风险 跟国内真的差不多了吗 再次在网络上掀起论战了 那么另外来看到的是 名嘴朱学恒 他在直播节目当中开箱 郭董 郭台铭推出的 这个家用PCR检测机 没想到一验出来 CT值27 让他当场傻眼 因为在全台的观众面前确诊 没想到昨天大翻盘 他说他带着崩溃的心情 包得紧紧紧的去医院做了PCR 最后公布这个结果是阴性的 吓得他一度认为屁滚要溜 这红色 不会这样吧 直播剪出27.7 这是CT值吗 名者朱学恒25号 用郭台铭推出的家用PCR检测机 没想到在全国直播面前 当场验出阳性 简直像是被雷劈 跌到地狱的朱学恒 到医院去做正式PCR 结果让他跌破眼镜 请看 这是本人车来术的结果 民国111年5月26号 PCR检测阴性 不好意思阴耶 阴 阴 好不好 他从没想过 用了郭台铭的检测机 人生在一天内 从天堂到地狱 机器当天27.7阳性 然后晚上我吓了屁股尿流 马上遮头遮脸跑回家之后 又用了一次亚培快塞 阴性 然后第二天我又遮头遮脸 自己开车开到北四科 去了那边之后又戳了鼻子 戳了鼻子 我又回来心惊胆战的 在那边等 用郭台铭的家用检测机 结果大突锤 他心情上系三温暖 一言难尽 他想不通郭台铭的家用检测机 到底哪里出问题 但朱学和恐怕永世难忘 这让人傻眼的染疫奇幻之旅 记得招招彭丽玄台北报道 前院长苏贞昌 昨天宣布 零到六岁的孩童 可以领5G免费快筛 只要拿小朋友的健保卡 到药局就可以领取 但有很多家长认为 这个5G根本不够用 对此呢 我们的党团上午是召开了 记者会急声的呼吁 要求要比照美国 新加坡 南韩 在疫情高峰时 办理由是免费给快筛 另外对于这个8400亿的 防疫纾困预算 真正用在防疫 只有1466亿 占了17.5% 国民党团也痛批示本末导致 英国 新加坡 韩国 在疫情高峰的时候 也会提供快筛 我们不是给你钱了吗 我们不是给你钱了吗 不给你8400亿了吗 抵造这些国家 疫情高峰的时候 也会给快筛 400亿里面的经费 因为真正真正用到防疫的 只有1466亿 占17.5% 本末导致 你假设防疫做得好 紓费振兴就不需要有太多的经费 所以民党对这个八千 自白是乱用钱 没有把钱用在刀锁上 用到该用的地方 病毒共存的话 当然必须要配套 所以用汪汪水神来防疫 有效能够保护您 保护自己 保护家人 防疫不能等 请赶快上快点 买的时候记得 输入向下的推荐代码 CTI666 CTI666 是让大家做好防疫